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翱翔天际 谈古今论道理 我是洪伟祥律师 今天是我们第34次正式直播 现在进入我们最后一个讲题 也快11点了 今天也讲了蛮长 我们的点赞数就快400人了 大家帮忙点赞一下 让他破400人 今天的人数比较少 上一次我们正式直播 我们的点赞人数破900人 接近1000人 谢谢大家 今天人数比较少 可能大家都去Holiday了 最后一个讲题要讲的就是 最近几天 有几个比较著名的时评员 比较著名的文人 他们都会自称文人 在那里打比赞 然后骂来骂去 很多人问我怎么看 然后问我赛谁 其实我的立场 他们谈的东西 讲的事情 我都有写过文章 我都有直播谈过 其实谈的就是马来西亚政治 老马 纳吉 安华 应不应该支持老马 应不应该改朝换代 他们谈的就是这些 所以我的立场很清楚 那些还在说现在不应该改朝换代的人 头脑绝对是被门夹到的 509不应该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509之前跟509之后的差别 即便现在是换了木有顶政府 差别还是很大的 你看电视可以播安华的直播 可以播马哈迪的反播 八度空间 然后NTV7的马来文新闻 我都有看到他们直接播 这个在509之前是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 反对党议员可以上电视 所以这些开放都是509造成的 所以我说509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我们一定要支持反对党 不管反对党是谁 就算纳吉当时是反对党 我也会支持反对党 就是这样子的道理 因为要政党轮替 只有轮替了之后 我们的民主才能向前迈进 更别说当时509的情况是 1NTV已经大爆发 纳吉都承认他用自己的户口来拿钱 这个是百分之百违反法律 错误的东西 贪赃玩法烂权到这么明目张胆的地步 你还不推翻他 这个是没有天理的事情 是没有天理的事情 更何况是这样子的情况 即便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也应该推翻 早30年1990年代 当时马来西亚黄金10年 经济高速发展 任何人去玩股票都赚大钱 那个时候应该不应该换政府 应该 换政府是越早越好的 越早越好 因为你换政府了之后 下一任政府 他可以上来纠查前一任政府 而前一任政府 他会有收到一个message 从选民来的message 就是你不要乱来 你会被换的 你会被抓的 你会被控告的 你会被调查的 就是这样子简单 要给他们知道这一点 你的power是有limit的 人民是可以通过选票换你的 如果没有改朝换代的民主 全部都是假民主 像在新加坡 大家包括 king traveler king traveler 大哥是很推荐 推崇新加坡的 新加坡确实管制的很好 经济发展飞速 但是新加坡 很清廉 我们都知道 但是新加坡没有他的问题吗 新加坡的EPF 你去search一下 我不要讲 等一下我不能进新加坡 我很多亲戚在新加坡 等一下我不能进新加坡 新加坡就是这样子的 你骂他 他就不给你进去 甚至要控告你 这个就是 伟民主政府经常会做的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新加坡CPF的情况 还有淡马锡控股的黑箱操作 这些 我不评论 大家上网找 有好多好多文章 然后 淡马锡控股的顶头老大是谁 何金 上次发一个 弄到台湾很不爽的 那个何金 何金是谁的老婆 李显龙的老婆 然后 新加坡的老板是谁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这些全部都是有关系的 如果在马来西亚 你能想象慕尤丁的老婆 慕尤丁的老婆 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现在掌管Kazana 你可以想象吗 你可以想象 Najib的老婆Rosma Rosma只是搞一个 FLOM First Lady of Malaysia 然后去搞一个学前教育 都给人骂到半死 你能想象Rosma去掌握Kazana 或者是掌握 国库控股吗 你想象不到对不对 但这个就是真实在新加坡发生的 为什么新加坡 它可以 保持高速增长 然后一个民主国家 又能发生这样子离谱的事情 因为道理很简单 它不必接受监督的 它不会面对改造换代的反扑 所以现况 我告诉你慕尤丁政府 他不敢为所欲为 因为他知道随时他会倒台 他怕 他敢明目张胆的吃钱吗 不敢 所以他要开国会 他要什么 他缩短国会 他要去找议长 议长来进行 他不能粗暴的停止国会 他也不敢 发布紧急状态 我之前就一直强调 我不认为会紧急状态 之前三月的时候 很多人说会紧急状态 我就早早就分析了 不会紧急状态 因为他会面临反扑 他的政府是不稳定的 所以大家 虽然现在换政府了 大家就不要认为改朝换代的 成果就没有了 其实没有 每一个事情发生都有他的意义 他的意义都会存在 所以他们讨论的东西 我的立场已经很明确了 我就不涉入 然后他们去讨论 很多人来问我 怎么看这些人来 其实这是他们的自由 他们要怎样去谈 要怎样去讲 都是他们的自由 真的 你觉得很烦 然后很虚伪 明明很小气还是什么 还要装到很大方 然后要有礼貌的称呼对方 真的很多人这样子跟我说 这个不是我自己说 这些文人不要生气我 不是我自己说的 是很多人发给我 这样子讲 你可以不要去看 就像我之前说江律师 你可以不要去看 你不爽 你就不要去看 谁叫你要去看 你看了 你当然可以评论 这是你的自由 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去看 你也去自由 但不要去埋怨 为什么他这样子虚伪 如果你认为他讲的不对 敢敢去批评他 敢敢去反驳他 就像我一直说的 我的文章 我的见解 你们可以不同意 我随时欢迎 但请提出理由来反驳我 不然你说的是空话 浪费你的时间 也浪费我的时间 你看我们每一个见解 我都会有理由在背后支撑 我不会说空话 所以我希望 大家都不要说空话的方式过来 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讲的一句话 就是丘吉尔说的 如果 你在路上遇到每一只废你的狗 你都停下来丢石头 那你永远都不会到达目的地 其实我认为打这些比赛是废的 像我教辩论 我每次都会跟我辩论的学生讲 你要说服 你在辩论比赛场上 你要说服的对手 并不是对方 你要说服的人并不是对方 因为不管你说的多好 你胡键标上身 你变神上身也好 你也说服不了对方的 你要说服的是听众 你要说服的是裁判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的道理 这些文人其实吵来吵去是浪费时间的 你要说服的并不是对方 你只要把你的理由说好 你要面向群众 面向你的接受者 这才是重点的 装睡的人是叫不行的 就像有些人到现在还认为 马哈迪是背后操纵的 以前马哈迪在演戏 把慕尤丁当成他的儿子 装睡的人是叫不行的 你提出再多的证据 市面上再出现再多的证据 他们也会当做看不到 因为装睡的人叫不行 这个就是像我 小叔 我不知道小叔有在吗 今天小叔有在吗 小叔说哈喽一下 小叔分享哈喽一下 我不懂小叔有没有在 我要提到他 所以老实说 不要做这些浪费时间的事 如果我跟他们personer不是朋友 当然有一些交流 网络上是朋友 但personer不是朋友 这些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不需要浪费时间去打这些比赞 小叔 小叔有在 像小叔设计 我现在要讲到小叔了 小叔有跟我说 有一个长矛的 我是教主啊 法家的 他好像是法家 也不懂是不是 我没有去看他写 他之前 小叔就有发给我 说这个 我是教主 他写文章 攻击我 嘲笑我 我就说没关系 给他写啊 我也没有去看 世界上这样多文章 然后 他写的是什么 小叔发给我 我没有按进去看 但是小叔发过来给我 发那个文章过来给我 小叔可以作证 小叔可以作证 他那个文章其实就是讲马哈迪的第三个录音 然后他里面讲什么 讲 我红伟祥律师 被打脸了 因为老马现在说 是他自己决定退出 退出西门的 所以你看 这些装税的人是多么的叫不行 我先不说 OK 我先不说这个录音啊 真假什么 我当他是真的也好 但你凭什么得出 我打脸的结果呢 别忘了涉及老马 当天开会有三个录音 第一第二个录音 都是证明老马 我没有比中止 我是要比一二三 第一第二个录音 都是证明老马 是站在西门 第三个录音出来的时候 老马是不站在西门的 所以现在是二比一的情况 你凭什么拿这个录音出来 你就认为老马是 背离的西门 所以这个是他第一个愚蠢 他第二个愚蠢是什么 第三个录音出来 老马赛沙迪马上反驳 说我没有这样讲过 挑战放录音的人 放完整的录音出来 对不对 第一第二个录音 到现在慕尤丁都没有否认 在开会的人都没有否认 这两个录音是假的 所以一个是有否认的录音 一个是没有否认的录音 而没有否认的录音是证明 他是站在西门这边的 可是他却没有看到 他却拿这个已经被否认的录音 所以很明显这些装税的人是叫不行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很多读友也指出的 我不敢说这个video是假的 我听起来确实是马哈蒂的声音 但是很明显这个video是不连贯的 不连贯的意思就是经过剪辑 并非一气呵成的讲下来 然后也不是同一个场景里面一次过讲的话 因为语气有差 语气有差 不像之前马哈蒂哭的那个video 他当然也是有剪辑 可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马哈蒂 哽咽的是同一个情况的发生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跟小叔说 到这些人最后他会自己打脸自己 我也不得空去回复他们 也没有必要去回复 这个就是差别 你看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他们要来看我的文章 然后自以为是的来反驳我 结果自己被打脸 而我是不会去看他们的文章 更遑论我去反驳他们的文章 一高一低从这里就看得出来 小叔可以 小叔可以作证 等一下有人又说我自吹自擂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一直问小叔 有没有在 因为小叔要帮我作证 就像九个便当 我要围兵帮我作证 不然很多人会说 红律师吹的 哪里有九个便当这样子多 其实九个便当是 只发生过一次了 我说其实大多数都是一两个便当 两三个便当 九个便当是最多的一次 那个是围兵作证 这个事情是要小叔作证 所以丘吉尔的话 大家要记得 如果你对每只狗都丢石头 你永远都到不了目的地 要对自己有信心 小叔发给我的时候 我就说小叔也跟我说 他看不懂他写什么 他的逻辑很混乱 小叔 这个是小叔说的 不是我说 我没有说他逻辑混乱 是小叔说的 我跟小叔说不用管他了 他最后会自己打脸自己的 后来当马哈迪跳出来挑战的时候 他这个长毛怪不就是被打脸了 其实 这个我是教主 他最近被攻击 因为我也有 我没有follow我是教主 但是我有follow一个打money game的专业 打money game的专业 叫什么名了 原来是这样 他的这是甘蔗老的这 原来是这样 他因为我是教主 他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那个长毛怪的名字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称呼他长毛怪 他的头发也是蛮奇怪的 奇怪的怪啊 不是怪物的怪啊 你们不要说我人生攻击 方便称呼 我叫他长毛怪 他的香港立场 因为他的香港立场 他给这个马来西西亚的这个 原来是这样的专业攻击 什么 其实我 绝对不认同这个原来是这样的功用 而且原来是这样 他打money game 我也写过很多反money game的文章 大家可以去找骗局的文章 所以他打money game的时候 我支持他 现在他这样子去 去阻止另外一个人 去说他的看法 去说他的言论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我呼吁长毛怪去报警了 但是他应该不会来看我的直播了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是他的粉丝 有粉丝叫他 赶赶去报警 他已经构成刑事恐吓了 原来是这样已经构成了刑事恐吓 刑事恐吓是不是小罪要坐牢的事情 所以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 是这样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人是有多面性的 我们不能用定点的眼光来看事情 每一个事情 像原来是这样 他打money game 我百分百支持 我也一直follow他 一直都有follow他的专业 他之前有一个专业 他原来是这样 已经是第二个专业了 之前有一个专业是另外一个名字的 更多人 后来被关了 然后才开了这个backup的 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都有follow他 你看还有两个专业 我都知道 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 我是支持他 可是他用刑事恐吓的方式来 而且他是很支持 中国认为中国很美好 中国很伟大 他现在也发很多这些中国文章 明显跟我立场不同 这个立场我又跟长毛怪接近了 但是他用这个刑事恐吓的方式 去阻止另一个跟他持反对意见的人 来发言 这个是明显的错误 明显的不应该 明显的犯法 我们应该给予强力的谴责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告诉大家 大家人是会变的 而且人是有多样性的 所以千万不要去相信 我也不要大家相信我 我也不要大家相信我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做筹款 筹了四十多千 才十九个小时就筹了四十多千 远远超乎我的意料 我都跟大家说 大家不要相信我 很多读友都说 彭律师你这么忙去做这些事情 你还要写这样详细的报告 我说其实报告 是给大家交代 你们不要相信我不会吃你们的钱 所以我报告当然是写的越详细越好 我写的越详细就让我可以吃钱的地方就越来越少 对你们有个交代 对我也有个交代 所以是一样的道理 政治人物当然就更不可信了 所以今天的讲题全部就讲到这里 记得我说的 装睡的人叫不行 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说出这个道理了 包括509之前我写文章 那些废票打 我说装睡的人叫不行 大家不用去跟他们争论 不用去跟他们辩论 我们最主要是要唤醒那些真正睡着的人 而不是要去唤醒装睡的人 所以大家要把自己的priority看清楚 好